編長20公分的正方形放在焦距40公分的凹面鏡前60公分處 請問這樣這個 ABC 珠它所呈出來的成像面積會是多少平方公分呢? 我們要找它的成像面積 你就要先把它成像的大小 編長大小給找出來 你就可以算面積啦 那這個編長大小我們來看 要用成像公式來看 在使用成像公式的時候 我們沒有教過你如何去算一個面積的物體 但是我們有教過你 如果A珠是一根棍子 那請問它成像的位置會跑哪裡去? 它的大小會變多大? 是不是可以計算的? 所以我們先處理A珠這個部分 A珠它的物距是不是60公分 我們帶成像公式可以得到它的像距會是在120公分處 所以呢在近前120公分處 就是那個A珠的成像位置 而至於它多長 我們就用放大率來看 像距除以物距 所以它會放大兩倍 那原本它正方形 所以原本A珠的長度是20公分 現在我放大兩倍 這裡就應該是40公分 好那再來B點就再做一次啊 這個BC這個柱子 再做一次公式 我的物距變成了80公分 因為這邊60 然後再加AB長度是20公分嘛 好所以找出它的像距是80公分 在近前80公分處會是BC那一根 那它的長度變多少? 一樣像距去除以物距 我們可以得到放大率 啊不放大 放大率一倍 所以它仍然是20公分 好所以這裡呢是20公分 那這個T型就可以算答案了 呃T型呢這個AB距離 120-80 所以這邊是40公分 你就再做上底加下底層高除以2 我們就可以得到結果了 這個成像的ABC柱面積呢 會是1200平方公分 然後那你可以可以看到 坐在所有的一個